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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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要喝这么多久 其实我真的很难过 难过所以喝酒吧 就是我怎么跟你讲 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说他妈的就活过一天 然后今天怎么过 喝酒吧 这个点中午工作日的中午没有什么人 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 比如昨天情人节 人特别多 他们做的那个余薛华文学艺术馆 基本上算这里一个景点 打卡的景点 但是我没想到的余薛华就住在这儿 住在这个闹室里边 还算闹钟取尽 还算闹钟取尽 这些墙上都是他的诗歌 你平时下去走走吗 下面挺热闹的 不喝酒不下去 小喝酒我就穿下去了 我昨天我昨天喝了三军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我买了一个白酒之后 我觉得那个白酒太难喝了 然后又保证是吧 保证我又没有真的没喝 没喝酒我就用太阳一晒 把那个冰晒化了 就在比下你的包子 美国有开眼防晒之后 就是 太阳把冰晒化了就吃了吗 嗯 这儿住的舒服还是横殿住的舒服 在哪儿都不舒服 咱们这也是无聊 我家里以前还是 情绪好的时候就会 很大发起来 开水熟了 开水熟了 这段身体不行 香港情绪起不起来 为什么呢 就跟你说过那个事吗 你的感情的烦恼吗 是啊 我来之前 于晓华在电话里和我聊过 一个他爱了六年的男人 最近不理他了 我前面也是和我一样 戏酒 我就想把他干掉 结果你自己现在是这个样子 你说 我跟你讲学 这也是 如果我还学着 我可能真的获得很多奖下 但是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那什么是有意义的呢 对你来说 对我来讲 我就像和他在一起 我觉得 和一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是 你觉得他是爱你的吗 喜欢 你没有用爱这个词 你没有用爱这个词 他自己喜欢 但是够不上爱 也许够不上爱 是这样的 我不懂 那你对他的痛苦到底是 是什么呢 来自哪里呢 爱 我爱他 他不爱我 爱不得 可能是这样 那你觉得 为什么会 得不到呢 我觉得 长期和长得不好看 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你自己的判断 他有表达过还是 他哪敢这样 这是我自己的判断 我跟你讲 任何一个原因 可能交往的男人 他都他都会说不在意你的成立 他不会说在意你的成立 但你觉得他心里怎么想 你有这种认知的时候 你自己是什么感受呢 我很心痛 我只想 能混转式 做一个好看的没有成立 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我记得是无敌 那你怎么处理你的这种痛苦的 我记得我 可是喝酒也不是解决痛苦的 根本是办法 我解决 今朝有酒今朝醉 比如说我现在喝醉了 就不会想这个事情都很清醒了 我再喝 你除了喝酒 有更好的办法去处理它吗 没有 如果用你所有的作品 用你毕生的才华 去换一个健全的美貌的余秀华 你自己愿意吗 不愿意 我觉得那也很无数 那至少也许可以解决你说的 你现在这个巨大的痛苦 我选的是 我选的是 既有才华又美 为什么不能这样的 知道 我必须两者见得 可懂 我们总是要跟自己的 不能被满足之间 找到一个自强和平衡的地方 你觉得呢 你能做到这件事情吗 对 嗯 咱俩 咱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咋了 还需要安慰 你这样强大的人还需要安慰吗 对 首先三年生活周刊的采访 我觉得还是可以去产业的 我看人家水平很高的 好吗 我 心情不好呀 不想被采访 而且那个女人是个女的 我不搞 你的作品 你的言论里表现出来是欲望丰盛的样子 你生活里是这样吗 生活里我是非常艰艳的一样 不是艰艳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我就是很少去什么 像别人一样 随便找人去睡 我从来没有 我做不到 那你也会有需求啊 正常的 有需求也办不到啊 这个很痛苦 对一个农村的六分的福利额讲 你能咋办啊 你日常这样的表达很多 所以大家会认为你可能内心的欲望是 啥啊 我告诉你 他们那表达的一个多人 他从来不表达 从来不表达的人 也不可多啊 你说真正去约的人他不表达 他不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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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天天讲 结果的 我那些 如果我和别人越跑了 我还纯洁 我的脑袋里就不太有这个词 你如果说你今天来说你去约炮 你这约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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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怎么放 身体的欲望太容易被满出来 我自己给不住 对吧 其实如果你有爱的欲望的话 你身体的运务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 在我家乡 在整个金毛文台 他们觉得我都是一个很真杰的女 你说你是一个真杰的女人 那是骗人的 真杰的 你现在是骗人的 因为你刚刚说 你是一个在意真杰的女人 但是我不知道真杰有什么意义 什么叫真杰呢 真杰就是 之后之间爱的人睡 你坚持这件事情 这是一件真杰的女人 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事情 它为什么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其实我挺意外的 因为这个跟大家可能从好像看到的一些话反差很大 诗歌里的信 我学我也是 也会睡 我在网上也从那边说 我要去睡醒啊 可是大家从你的 譬如说你的诗歌里 大家会觉得 你对信的表达非常的奔放 他们觉得我们是个好分的开放 你会说我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你会说我们去后山大干一场 把春天的花儿都修掉 到时候干不到才说 天哪 哎呀我的妈呀 其实熟悟在真杰 在我相互爱的这个男人里 其实好不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不在乎你啊 你说因为你爱的那个人他可能不在乎你 所以你坚持的所有才变成了没有意义 对 好不意义真的是 但是你直接把我下来 你也不能怪别人是不是 最近被大家骂的写的表白离间的这几句是 那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写的那几句 那表白离间的也不是个离间的 是给我爱的这个 因为实在不敢提他的名字 随了影响他咋办 所以在方面面面你都要思考得清楚 真的李健不一样 李健是工作人物啊 谁都可以表白 我呢可以表白 所以其实你是借李健的名字 表白你真正爱的那个男人 生活里的那个男人 哎呀我除了不想借李健好不好 真的 别别别 因为我和李健 怎么讲都是 都是两个永远不可能交错在一起的心球 何必呢 所以 如果李健真的等我 他就会知道我表白的不是他 还是你生活里这个真实的具体的 对 所以你在很多时候在网上的这种表白抒发 算是一种寄托吗 我从他没有记得我李健 我从他没有记得我李健 我觉得李健这么一个人 他也不能存在我能记得我 他存在不了啊 只是借用而已 真的 因为太重了 太重了知道 太重了 了 那 你 她 带你 我 你 今天含着一种艺术就叫锦玉 那锦玉啊 面对男士来说 他说很多 而对女士呢 他叫锦玉科了很多 也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一句 是我把你说的皮 由写给李健的这几句话起 于秀华开始和一些网友互怼 于秀华招致到不少攻击 也引起更深远的讨论 结果我发现在网友骂不了 都是锦玉科的小屁孩 都叫阿姨还骂我 那你还那么较真地跟他们骂 要展示我的功底 展示你的什么功底 文字功底 文字功底 骂人功底 那骂人还能骂出一个机会出来 我觉得那机会是别人给的很耐用着 其实我也没想到 为什么那段话那么受追捧 就多不爱那一条 那段话我也觉得学得很平常 哪一条 就是他们又说我骂人 老人就骂人大地 就那一条 诗人谁不可以日那条 我说不出个 你说得出来 人未死 人也不在 我只能写 我说不出来 你都能写出来 不允许我面 哎呀你们都想我哟 你怎么看就是大家会把你作为一个很先锋的很直率的表达心和爱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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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 转发你声援你支持你 我说温暖我又不知道我谁能看吧 你怎么看待你的这种公众形象 我其实觉得我是非常温柔的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自己都不知道温柔和先锋不矛盾的 大家没有说你是个凶恶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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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的就好啊 就这样吧 很多人会会转发你 会点赞你 会点赞你 然后觉得你是一个女权 你是一个 骂什么 什么 什么 女权呢 说个话都听到女权 那个女权也太容易了 我的争扎是长期人和正常人之间的争扎 我永远射不到女权 怎么 你会看最近最近网上很多文章 有些觉得是专门写来的 称赞你的文章 你会看这些文章 看呀 完全像我的虚荣性 你看到什么感觉呢 没感觉 真没感觉 你有多来都不准确 我就是这么简单出话 爆出口就是爆出口 还有什么主要文化 其他 主要文化我都不懂 我认为啊 很多时候大家 老是赞扬你这个对爱和心的直接的 就是所谓直率的表达 是因为我们其实整个社会 比较羞于表达爱和心 所以他看到你的表述就 哎好像很兴奋 是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们修 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长臂 如果你是个男的 你在你在网上说爱呀 然后谈论信仰 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大的 那么那么大的反响 你觉得会这样吗 所以 就最好反正了 性别歧视 懂不懂 他们赞扬这个理性最好证明了 他们性别的无理感 性别的歧视感 从来没说男性 社会 教女性说 就是心理歧视 讲什么 你全部是 这是废话 你有切身的体会到过这种歧视吗 我没有 但是这个直语 把我现在女性在生活中的地位 真的是 女性就是 中国之间女性 没有办法和男人平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真正两性平等 就根本不需要有这个概念了 对 如果真的是 两性平等 还有什么理性呢 两性变得平等的过程中 你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 可以或者叫应该有某种责任感吗 真正感没有 但是会有一种 暗地理的引导的作用 在文学作品 从来不会为任何人负责 你知道吗 很多人说 你学的都是好诗 要我的小朋友 不知道我负的 我这我自己 就是文学作品 不可以为任何人负责 这是我理解的文学作品 还有很多的 就是咱们我小学生 大学生学的 他们会为这些东西负责 但是像我这些自由的选择 我没有用 我任何人负责 换句话说就是 文学不服务于 任何人 文学 文学 什么叫文学 文学是 一个人的灵魂的体现 能够产生和别人的共鸣 就是普世的价值 不能 那也不是我呀 但是谢谢你学 那天真的是你完救了我 你要自杀的那天吗 以后不要做这种事情 以后还要靠你完救我 我 你不要做这种事情 不要做这个事情 我希望用不着我来完救你 你不开心可以找我聊天 但是不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你都不喜欢我滚蛋 不要把那个灯给我过来 我喜欢余老师 去你吧 好 那我就去了 明天再见吧 明天再见吧 你不怕不回 余秀华临时决定回家 陪陪父亲 并邀请我们同去 怎么只杀得到我 我天 放这 家里看看我眼的花花朝着 还有没有火热的 住这 嗯 住这 DU 向听 是吧 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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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哈哈哈 洗鸡了 洗鸡了 哈哈 洗鸡了 那我没准备就不要想什么玩意 哎呀 我要上楼去看看我的花 有没有死掉了 来吧 你们留在这住都有很多空间 你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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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楼 这都一样吗 是啊 这个晒得太厉害了 我去那里 还有什么 哎呀 嘿 哎呀 我都喝下了 哎呀 就是多好一个一桌花也是 你看 这个能不能把它装一下 哇 啊 哎呀 死掉了 太可惜了 感觉很难喝 哎呀 这个太可惜了 哎呀 这个脑子 脑子 脑子都死掉了 这个已经快死了 这个已经快死了 你说活着没意思 我觉得活着很好 活着没意思 反正我是有什么意思 你是朝气蓬勃 我他妈日不牺牲 你是 日不牺牲 你是 我 我 只有一个 厨女班的内心了 他的权势 依旧热爱 对仇恨 充满悲悯 我这些 真是孤独的 狠定成 仿佛就是这偷情 许多人知道 没有人说出 我不知道爱过又能如何 但我耐心的等着 这之前 我始终跟顺着一种亮光 许多绝望 就不会在体内长久停留 甚至 一个野党在我身上摇曳 我都觉得 这是美好的事情 哭自难兆 走啦 走啦 他今天煮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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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